元府九帝左右 五月二日 皆四月念三寂信 戒息一切 成贼于十六早 念日念二夜 曾来扑我豪 如飞蛾之扑竹 多灭几次 受创欲慎 成功欲益 为日夜寻守 刻不可谢 若恭为日久 而仍令其逃窜 则就责斐轻 帝既有统领之名 自虚认真查查 彼他人尤为辛苦 乃足以资懂律 久将克负 文府周亦已收付 建昌响亦于日内可负 急贼无路可走 拜公当在秋间 叫各处独为迟滞 帝不必慌忙 但当吻为文首 虽迟滞东间克负亦可 只求 不使一鸣陋谢耳 若似瑞林之有贼外窜 或似武昌之半夜前窜 则虽诉亦为人所诟病 如久将之斩亦殆尽 则虽迟亦无后患 愿帝人耐谨慎 免足此功 制药制药 于病体见好 尚未痊愈 夜间总不能酣睡 心中纠缠 十亿往事 溃毁冲扰 不能罢脱 四月底坐先大夫寄费寄一首 资颂贤帝一月 不知上可用否 此事温帝极为认真望帝另欲一本 寄温帝月看 此本仍遍终寄回 盖家中抄手太少 别无副本也 帝再迎所迎回 先后顽抗赵树收到 其 随处留心 树木多寡 斟酌妥善 于在外未复营寄家 时因初出之时 莫立此事 又于发周献信中 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 明不欲自欺之志 而令老父在家 受尽窘迫 百计经营 至今已为生痛 帝之取雨 于塔罗阳鹏二里诸宫相仿 有其不及 无或过也 尽可如此办理 不必多疑 请与叔父各捐饮五十两 机为新刚宫 于又捐二十两子府成宫 三十两于静西宫以 若地能干尽宫新宫竹三室 各捐少许 使修立三代祠堂 即于三年内可以新宫 是地有宫于仙人 可以盖阿兄之迁已 修辞或妖果新宅 或于利建斋令修 或令买田地 地义如何 便中复事 公费则各立经营 祠堂则三代共之 此于之一也 初二日接温帝信 戏在湖北所发 九江一案 杨礼皆赏皇马挂 关湖皆家太子少保 享帝处亦以闻之 温帝至安皇 与狄安相会后 或留营 或进京 尚未可知 帝宿体弱 比来天热 尚奈劳苦否 至念至念 而滋补 较善于药 良方甚多 较善于专服水药也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 未经营 自行华智之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